主要分享的是天使投资人 他的思维方式跟所谓的创业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基本上创业者他强调是在一段时间 尝试了很多次的不同的创业 然后到最后确定其中一个成功 他剩下的时间就是他省下来了 也就是说他可能在40年的生命里面 他花了5年的时间去做创业 做了5次创业 可是最后一个成功之后 他省了35年的所谓的工作中的生命 可是天使投资人完全是不一样 他用的是所谓的十分之一的时间 或者是十分之一的金钱 去做多个企业的投资 也就是说每个投资企业他都只做一次 可能一个5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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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总共拿了500万出来 那这500万的部分 他投了10个企业 或者是更多的企业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去提高他的概率 那提高他概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假设 如果说以他们天使投资人 对自己投报率的最基本要求 是10倍来讲 那在这过程当中的话 10个10倍其实就相当于100倍 那也就是说是10万就可能会变成1000万 然后这是最好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今天当然来讲 如果说以我们目前对天使 各位在这荧幕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所谓天使投资的投报率的报酬率 你可以发现 其实从历届的过程当中 有几个天使 他甚至有的达到百倍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10万到1000万的过程 其实不会是一个梦 但他的时间急剧是所谓的三年 那我们常在讲 其实很多人 创业者之所以失败 或者有很多人之所以没有 很有钱的原因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在于欠缺第一桶金 那最大障碍是在于 第一桶金的时间累积太长 那如果说以这些基金的投资人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风险投资人 或者天使投资基金 或者我们今天讲 他这些筹组人 其实他在筹组这个基金的过程 其实可能花到三个月到六个月 也可以说 如果他有一笔所谓的 100亿的基金的话 他基本上管理费的部分就会2亿 所以你说我们常讲 你到底有多久的时间 可以去赚1000万 就会决定你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同样的这些天使投资人 大多数的话 都是从他自己创业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创的事业很成功 上市他变成巨富 或者说他的公司给诟病之后 变成巨富 然后他在投资过程 用的都是自己的钱 这种人他的思维跟他的成就 是跟我们今天讲的风险基金 就是他本身是一个VC 他这种风险投资基金或创投基金的 用别人钱在投资企业的心态 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创业前途跟创业计划书 两本书的作者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